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那少数的一两位 他是因为贪心 他是因为太充饮了 他不必怀疑有哪一位去放他的话 傅宫崎 他涉及的不是只有一个案 傅宫崎很难以接受 甚至两年多前 马王真党魁 吴敦也义无反顾 全力挺马匹王 吴敦也对马总统的用心 让他跟王金平传出心结 党内不少人对他毫不掩饰的直接结下两子 不过如今吴敦毅初登隔魁 党内却是一片好评 是一个干才 他能够重振这么久 绝对有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他不是很假 感情啊 代表立委认为吴敦毅是硬派作风 新卉旗势必争议不断 姑娘性格缺乏人和 但或许推动政务 也将是最没有包袱 一旦这个名单公布 就是接受检验的开始 对不对 包含他 吴敦毅去了一趟香港 都被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解读 那么有关于就是说 中华民国要用个行政院院长 需要胡锦涛的同意吗 我们今天为您连线到了胡锦涛 好哥 你认为 党内人的事情像他管 好恐怖的中国人 我好不说台语 他连台语都会了 我认识喔 比刘道学还好 我告诉你 中共绝对不敢管台语的事情 这种事情管了他只有倒霉而已 美国也不敢管 因为台湾这种事情老实说 能够管了以后 不被拿出来批评吗 那这个批评下去的时候 你说这样的内阁还能撑多久呢 我觉得 那吴敦毅在当院长之前 对跟中国的往来跟互动 到多密切 我觉得这个吴敦毅一定会以台湾为主 中国实在不是他的强项 他不像其他的这些 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 国共平台派 或是说其他常常走那边的人 我觉得他会以台湾为主 他知道他比较清楚 而且事实上 现在马英九用吴敦毅出来 也想要挽救这一块 讲白一点 从2008年520以后 打的中国牌 基本上没有成功 你说7月什么 飞机飞来飞过去会创造多少 结果原来633 现在变成互6 本来是说是633 633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马英九应该非常清楚说 完全打中国的这张牌 他是需要跟中国和好 可是不需要讨好 不需要去都仰仗他 那这种情况底下 你说如果不换隔魁 老师说这个气氛很难换下来 你刚刚这句话 你可以看出来 把引起民换掉 就有一点点在 EPFA这样的事情上面 重新调整脚步 也就是说对方老师说 能够真正给你的东西 有多少 什么观光客 什么农产品 这都可以算数字的 拿来算 算算 多少 那你如果未来还要走这条路 还不如靠自己 我觉得吴敦义如果他要做 他就是那种比较会觉得说要靠自己 而不是靠别人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话很好 我们也希望这个 我觉得这也基本上反映了很多台湾人的心情 就是说我们希望你跟中国是和好 友好就可以了 但你不要讨好 对不对 我看到很多那个莱茵的官员的那个讨好的嘴脸 都想想看你自己在中国做多少生意 讨好成这样 我觉得那真的是不必要 对不对 敌人也才会尊敬你一点吧 但是这次在组阁的这些过程里面 吴敦义展现的比较大的强势吗 还是其实是马在后面做全盘的一个主导 我觉得还是马英九 你看很多阁员都还是马英九在联络在留的 因为像这个江仪化或是说这个吴清基 其实都是很清楚嘛 对 那加上吴敦义在本身在人和方面 就会有一点问题嘛 因为他就是 他因为会过去做国民党的秘书长 所以他要安排这个提名跟不提名的事情 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他整个在布局上面 他有他的困境 而且他是用很诚恳的方式在得罪人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宣布隔魁的时候 你不可以这样讲吼 吼 比如说刘兆玄还说马英九深夜 礼拜天深夜跟他谈得还极力的未留 对不对 深夜谈得很久对不对 那他六点就马上开启 记者会把人家戳破 所以礼拜四就找过我了 你懂吗 马上去戳破刘兆玄的场面话 对不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会不会太诚恳了 你真的一点诚服都没有啊 不知道不能这样去戳破前朝官员的话吗 不 我觉得吴敦玄那个 不是 前任官员 六点那个记者会很妙很妙 就前面刘兆玄讲了 把那个铺陈得很好 你说总统一直在慰留我 一直在慰留我 然后其实五点多总统府还有一个记者会 他只是宣布吴敦玄 然后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肯定刘兆玄 结果六点钟一接下来 吴敦玄马上 把刘兆玄那个话 就也不能说是谎话 因为总是下台总要留下美丽的身影 然后就戳破刘兆玄就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吴敦玄当院长之后 其实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 他将来跟王金平怎么互动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两个都是高手 两个都不是那种属于 会出拳头打人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两个将来互动 非常非常有趣 那我问一下佩芬姐 因为在兰营的官场的文化观察盛生 以前也没有人这样做的吧 六点自己开记者会 这是应该总统牵着他的手出来吗 其实这跟吴敦玄的个性有关系 我觉得吴敦玄你看他一路走来 他从来不掩饰他跟主政者的关系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他玩笑是 因为他个子很高跟李登辉 我说你个子跟李登辉一样高 那时候李登辉刚当总统 他说对啊他193 李登辉不知道19几 他还高两公分之类 他比李登辉还高几公分 那结果过不久以后 郝博春强势的行政院拿出来 他就人前人后都是好院长 常院长短这样子 那李登辉所以后来对他有点感冒 那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他更不淹饰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把刘兆玄放在眼里 那才不会 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就是说在吴伯雄面前他都不淹饰的 那时候他只是秘书长 我记得有一次党里面开会 然后那个吴伯雄只是变成 就是好像一个刑事坐在那边 都是他在讲话 那时候刚刚就职不久 大家就开始骂 那他不是一开始就油价要涨一次涨足之类 然后民怨就开始起来 其实马政府真的民怨开始 是那个时候开始 结果那吴伯雄立刻就当着所有的党的 重量级干部前面说 我一个中头以后会和马先生碰头 我会把今天大家的话带过去 会把他打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挡住 真的第二天就挡住了 所以他从来不淹饰 这就是吴伯雄的厉害 那你说跟王金平他现在当然是比较占优势 因为他跟马的关系确实远超过王金平